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支影片要来补充 6.3.1那一节厚度平流的内容 那这主要是有一个美国的个案的补充 这张头影片跟我们原本的头影片不太一样 我有做一些修正 上面这个重力位趋势方程等号 左边的这一项我就直接写Laplacian开 然后等号右边这边呢 我们这里主要要补充厚度平流这一项 所以我们就把C这一项直接拿下来 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这里的C 我们等一下这里会讨论C的正负号 我们是只有讨论这个绿色的手画的这个括号里面的部分 然后前面它这里有带一个负号 这个负号跟等号左边的这个负开 等一下会消掉 所以如果你看到开最后导出来是正的 它应该会跟Term C 就是C这一项的正负号是一致的 那我们在上一支影片在讲的时候 这边讲的比较不是那么仔细 那我这边就再把它补充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C这一项里面的一些细节 那首先就是这个红色括号里面有个partial phi 这个是叫厚度 就是两个气压层之间的厚度 所以就是像右下角这个示意图这样 你有两个等压面P0到 P0有自己的重力位高度 然后P1有自己的重力位高度 它们两个高度相减就是这个厚度 然后这里要加一个负号的原因是 因为P是随着高度减小 但是重力位高度是随着高度在增加的 那所以你把P1的这个的高度 减掉P0的这个的高度的时候 它们减起来然后再相处会是负的 然后我前面就再加一个负号 会让这个括号里面的厚度的值 实际上在算的时候算出来会是正的值 因为厚度用正的值 大家会觉得是比较符合直觉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虚线 紫色虚线这样框起来这个部分 有一个硅点厚度 这就是厚度的梯度 那等一下我会有实际的个案给同学看 你看了大家就会知道说 通常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北半球的时候 这个厚度梯度都会小于0 这个厚度梯度会被这个地转峰平流 所以这个蓝色长方形框框框起来的部分 它的物理一就是厚度平流 或者你说温度平流也可以 因为这个厚度 两个等压面之间的厚度 会跟温度成正比 所以蓝色框框这里 厚度平流或是温度平流都可以 然后这个平流的幅度或者是强度 它会随着高度递减 不管是冷平流还是暖平流 它的强度都会随高度递减 所以到时候你去把这个厚度平流的强度 随着高度去做偏微分的时候 随着P去做偏微分的时候 它就会有正号或负号的差异了 那我们这个细节我们后面在讲个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这个就是一个每周的个案 然后下面这里有它的网址 所以同学你可以连去它的网址 它是一个互动式的网页 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数值之间变换 然后跌图 这边的话这一张是地面骑压场 所以这个都是 譬如说这是1000毫巴 这是996毫巴 然后这里可以跌上天气系统 所以你会看到在北美洲的东北方 这边有一个高压 那那个西北方这边的海洋上面有一个低压 然后美国中西部这里有一串的低压 然后冷风暖风这些都有 再来是绿色 这个是雨区下雨的地方 然后这张是500毫巴的重力位高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在北美洲的东北方 这里有一个极限 然后北大西洋这里有一个槽线 再来就是美洲的中西部 这里也有一个很深的槽线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地面系统 那边有一串的低压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凹下来 这个很深的槽线的地方 然后再来这一张就是厚度图了 500到1000毫巴之间的厚度图 然后它右下角这边有一个 示意图就是 假设下面这个斜斜的线是1000毫巴 然后上面这是500毫巴 那它们两个之间的高度差就是厚度 所以这一段就是厚度 那在图上面我们在画等厚度线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处理实 所以像你看到这个 刚刚看那个很深的槽线的这边 它的厚度线是写534 那代表就是它的厚度是5340公尺的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线都是蓝色 这是比较薄的 就是空气比较冷的意思 然后比较南边的线都是红色的 就是稍微厚一点的线 从数字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所以这边 右边我把数学式子写来这边 就是厚度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红色括号里面这个厚度 前面带个符号 目的就是要让这个数字算出来是真的值 再来是厚度梯度 那你可以看到它大致上就是 都是南北方向的梯度 那我们回来看500毫八的等高线 然后这个槽线跟极线 我就把它画出一点 那现在我把等高线拿掉 叠上地面的气压场 那地面气压场 我们也可以来找一下它的槽跟极 所以它比较不明显 不过还是可以找到 这边有一个槽线 我用虚线 比较细的虚线画 然后这里是极线 这其实是一个安行场 那你就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说 这整个系统就是地面的极到高空的极 是地面的极在比较偏东边 然后高空的极是在偏西边 这个也是地面的槽在偏东边 然后高空的槽是在偏西边 所以这整个系统的垂直结构是往西倾斜的 然后现在我把进地面的地转风 因为它这个线上的网页 它其实就只有提供地面的气压场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抓到 500到1800这一层的地转风的风向 不过我们可以用地面气压场去 简单的画一下它的进地面地转风 差不多会长就是会跟等压线平行 大致上那所以我们在高空的极限的 我们在500毫把极限的下方 进地面这边它的地转风 就会是往北边吹的 在右上角这个槽线它的 进地面的地转风大致上就是吹 西北风然后转成西风这样子 美洲中心铺下面这个槽线它是吹西北风在这里 然后现在我们把地面气压场拿掉 然后把厚度线叠上去就是这个虚线 我同时把地面系统也叠上去 因为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有感觉说 这个温度平流和地面系统之间的相对的位置 所以你就会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C这个区域 我刚刚说这个紫色箭头是地转风 它会把进地面的这个温度比较暖的 就是这些红色的虚线这一块 往极限的北方这边平流过去 所以这里会有很强的暖平流 那你也可以对照地面系统 这里其实刚好就是一个暖风的区域 所以这边是暖空气在推北方的冷空气 然后这里形成一个暖风 那你看到封面的附近它的等候度线非常的密集 这个是中维度气象里面 他们在判断封面位置的时候也蛮常用的资讯 就是看等候度线的那个密集的程度去判断封面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冷风这里有一串的地面系统 有冷风暖风冷风暖风这样滞流风这样这一串 这边的等候路线也都比较密集 所以这里有暖平流 然后我们看右上角这个潮线这里就会有冷平流 因为这边是比较薄的空气就是比较冷的空气 然后就被地转风量带过来 所以这里有一个冷风在这里 还把冷空气带往东方这边海面来 然后下面中西部这个潮线也是一样 这个紫色的箭头就是禁地面的地转风 然后它一样从北方把冷空气往下带 所以这边会有一条封面 那所以这个就是暖平流 然后另外两个这个是冷平流 那所以地转风造成的厚度平流 就可以数学式上面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硅点厚度 这是厚度低度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这样的配置下大致上都是小于0的 然后再来乘上有地转风 那地转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说 乘上地转风之后 这个冷暖平流的正负号 那像这个暖平流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南风的分量 很强的南风的分量 所以BG会是正的 然后这个厚度低度是负的 然后前面还有带一个符号 所以它会整个会变成暖平流 这一项会变成是大于0的 那冷平流的话 这个依然是负的 但是它通常那个风是有北风的分量的 这个也是有一些北风的分量 要不然就是直接吹西风 所以这边也是负的值 所以你会是负的负的负的 最后还是负的 所以冷平流这一项会是负的 那我们把它放到C这一项的式子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中括号里面的正负号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正负号 所以你稍微记一下 如果是暖平流的话 C它的中括号里面是正的 如果是冷平流的话 C这一项这个中括号里面是负的 然后我们还要再对P去为分 我们来看这个 C这项在判断正负号的时候 这是我们刚在图上面看到的 推理的结果 那如果是暖平流的时候 这个暖平流的强度会随着 高度递减 白话一点讲就是 你进地面在暖平流的时候 它正的值正比较多 因为暖平流在中括号里面是正的 正比较多 如果高层的时候正的会比较少 所以你是P随着高度变小 但是暖平流的强度也是随着高度变小的 所以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就是正的 那如果是冷平流的强度 随高度在递减的话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冷平流是负的 所以你进地面冷平流的强度比较强 它表示它是负比较多的 然后到比较高层的地方 冷平流的负的值会比较小 这表示它的强度 会随着高度变小的意思 那所以你现在是P随着高度变小 然后冷平流那个负值 原本负比较多 所以高度它变得负比较少 那在数学上面就是 从负很多变成负很小的话 那你相减起来会变成是正的值 所以它的分值会是正的 然后分母会是负的 那C这一项在冷平流里面就会是负的值 所以这个C这一项 你就可以判断出 暖平流是正的 然后冷平流是负的 那右边这边有画示意图 就是如果暖平流有很厚的空气流进来的时候 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在 把冷压面往上推 因为比较厚的空气进来 它把冷压面往上推 那它这个厚度 现在这两个气压层之间厚度 所以高度会越来越小 这个就是温度平流的强度 所以高度递减的意思 那它的 它会让中层580的重力位 所以高度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当你暖平流发生在 中层几的下方的时候 就会让 这个几线变强 那如果是冷平流的话 它是会让 重力位随着时间降低的 所以上面的如果有槽线的话 就会加深 然后冷平流我这边画就是 因为你是比较冷 比较薄的空气平流进来 它就会让上面的等压面掉下来 那地面等压面其实会有点抬升 我这画是比较夸张一点 那所以其实地面会有 压力会稍微升高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